先回多一點來看到 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原本傳出女性內衣 維多利亞的秘密將要被賣出 但是今天母公司有最新的動作 據說是秘密要分拆出去 變成獨立上市的公司 認為是對母集團更好的選擇 而不是直接把這個品牌給賣掉 而這個動作預計在今年8月前 就會完成 另外來關心曾經也是全球焦點 就是長榮好運的超大型貨輪 長四號在3月份的時候 竟然卡在埃及的蘇伊士運河 導致所有的輪船幾乎都動彈不得 事發之後現在當地的運河管理局 打算要向長四號的日本船東 求償高達新台幣256億 不過雙方很難達到共識 現在據傳 其實埃及方也出現了善意 將這個賠償的金額下調至168億 接下來來看看卻是濫用國家的美意 為了拯救疫情 拯救美國的經濟 美國政府大撒幣就是因應疫情 推資了薪資保障計劃 但在南加州這一名男子 為什麼有跑車 他因為涉嫌炸領紓困金 高達了1.4億的新台幣 就買下了包括了法拉利還有藍寶堅尼 這樣的名車來炫富 只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慾 接下來再把鏡頭轉回台灣 現在疫情再度升級 稍後才會知道會不會升級到第三級 但是高雄的魏武營都已經宣布 市場活動通通取消 希望民眾多多體諒 但是同樣在南部來看到 在小琉球的東琉線 卻出現了非常詭異的場面 好多的遊客在現場排隊啊 買伴手禮 群聚 但竟然都沒有戴口罩 高雄魏武營文化中心的入口 民眾都戴好口罩排隊準備入場 公眾人員也在現場幫忙手部消毒 同時引導入場民眾 要填寫自己的資料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警戒提升到第二級 除了平時的防疫措施 辦在魏武營的時場節目跟活動 也停止售票跟取消 來聽一下稍早副總監的訪問 進場有做食連制 還有乾洗手 還有進場人數的控管 這些我們都是持續的在進行 取消是一定會面臨的事情 一般民眾大家可以多的 體諒現在的時局 為了避免疫情擴大 各地都做好防疫措施 來到小琉球東琉線 上船下船的民眾頂著高溫 口罩還是掛在臉上沒有拿下 但是旁邊的伴手禮店 在櫃台包裝的員工 還有排隊買禮品的客人 臉上都沒有戴著口罩 而且彼此都離得非常近 國內疫情爆發 忍心惶惶 雖然高溫戴口罩很悶 還是要注意防疫措施 對 感谢观看